主要的是下禮拜六 有一場高中場講座 然後等一下一一做電照 好 我剛剛有做電照 我是電子系的 可是我對電子系沒興趣 所以 可是因為為了要充實我的專業能力 所以一定要修其他學系的課程 然後我們學校有一個叫四經系的 大家應該會覺得很奇怪的名字 其實它就是氣管系 然後我在裡面有修行銷模組的課程 因為為了要以後 可能要當活動 辦活動的相關 我覺得是去學學如何 對 目前是雙組修 但是我覺得應該修不完就管他了 對 然後我在高中的時候 就是單位活動長 然後戲學會會長 其實在這兩個當中 我發現我 就是比較喜歡跟人接觸 然後舉辦活動的時候 會 其實我在參加活動 像這個活動 我就覺得哪裡好哪裡不好 我覺得 比較不容易的目擊中 我覺得可能是一種 已經職業病了 因為辦太多活動 就覺得 這裡應該要 時間太短或太長 所以有一種想法這樣 然後最後 因為其實在學校社團 也參與了很多 然後就想要來跟企業接軌 所以我擔任 黃碩校園CEO 他是一個企業實習一年的 然後在裡面 學校如何跟朋友講話 然後跟客戶 就是怎樣跟客戶 就賣賣產品 賣華碩相關的產品 然後介紹給他們 讓他們如何覺得華碩產品是好的 對 然後再來 TPSA 系外總子 就是我這次主要來的目的 在TPSA 其實認識了很多 像谷姆哥 他是一個副秘書長 然後他在TPSA 也是非常厲害的角色 然後TPSA 主要就是有三個 他的願景就是成為 台灣最大的商務企劃的 專業認證機構 其實他在A 認證方面 他有很多培訓課程 以及考試 所以他TPSA 甚至有聽過的話 會到WESA 他是一個國際的 TPSA 是國台灣 TPSA的全名是 台灣商務策劃法的協會 然後在使命的部分是 培育21世紀台灣創新行人才 所以為了喔 企劃從此培訓 就是我進去的這個 然後我們有一次 整選40位夥伴 都是大學生 40位裡面會分5組 然後一組8個人 然後我是我們那組的PEM 然後我們接到的 專案就是平旅遊 然後大家會接到平旅遊 然後核心價值 贏在企業 專業的細胞典 因為其實發現 台灣可能在行銷 企劃這方面 比較沒有像 不怪國那麼好 對 所以他覺得 應該要人人家有企劃能力 對 所以就是 藉由這個協會 然後培訓台灣的一些 相關的專業程度 好喔 然後接到平旅遊 平旅遊主要有三個 三個活動在進行 第一個是獎座 像我這半年已經 舉辦了台北 台中高雄獎座 然後在下禮拜 就有高雄的講座 對 然後待會會再介紹 然後這次的主題是 擁有目標去旅行 對 因為大家其實去旅行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可能不只是在放鬆 你或許是因為繪畫 或許因為攝影 或許因為你想要吃美食 對 你可能擁有一個目標 然後你會去實踐它 對 因為我們相信旅行 就是實踐目標的一個過程 這樣 好喔 然後再來是深度導覽 因為我們的側人想人 周紀武先生 他認為 因為我們大部分都在台北 然後台北的深度導覽上 上禮拜吧 也就像台北城的導覽 然後那時候 他覺得是因為很多人 可能在台北只認識 他可能是一個國際的首都 或是他是一個天龍國 對大家都會說天龍國 我也是台北人 對 所以可能大約少掉 然後用戶略到了台北 其實有很多文化歷史典故 就是你身邊的一些歷史遺跡 就是你可能走過去 你會覺得 那是什麼你也不會想吃 特地了解它 對 所以他會半深度導覽 然後大家可以知道 你身處的環境中 一些歷史的文化 或一些故事 好 然後最後是網路平台 我們有一個網路平台在經營 他主要是在宣傳 就是宣傳講座跟導覽的這個部分 然後除了宣傳之外 我們還會有一些旅行相關的 活動作會在上面 好 然後加上那個 月亮有說 到焦點按讚 你要到屏旅遊按讚 然後在FB 搜尋屏旅遊三個字就可以了 好 然後再來我要講 我們高雄廠的講座 其實我們 我們的主要的理念是 藉由一個平台 讓大家可以分享 就是可能 因為剛剛很多人都喜歡 想要旅遊 因為我們那邊 大部分去的都是 對旅遊有一些深度的了解 然後我們 會請到四位講者 對 四位講者都是非常 非常厲害的跟創業 或是跟繪畫 上次我們有邀請到一個攝影大哥 對 然後他就無錫一詞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他跟攝影有關係 他都會到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旅行團一定聽過 有沒有聽過攝影團 就是為了攝影 然後出去旅遊 他們都可能 路邊看到我想要拍那個東西 就叫司機停下來 然後一起去拍照 就還蠻特別的一些過程 然後我們 除了四位講者分享之外 我們還會邀請到 五位現場的來賓 聽眾來分享 就現場抽五位 對 因為其實我們相信 因為旅行是 時間目標的一個過程 我們相信分享 才可以把那個目標 就是更發揚光大 對 所以我們會邀請到五位 聽眾一起來分享 然後我們這次的活動場地 就是在 孝大哥的體賽V 對 剛好今天有來 我們會在高雄 八五大我的二十一樓 對 然後我們會在那邊 舉辦活動 然後體賽V成立 是 今年三月成立對不對 這附近 228 對 就那時候成立 因為 孝大哥 發現 在高雄這部分 的創業人才有 但是少了一個平台 讓他們可以做交流 像台北就一堆 你有聽過 像台中一有好辦 對 大家可能有聽過 像高雄可能就比較缺少 這樣的一個交流平台 透露 所以在 3月 228的時候 雙大哥成立了一個 DESIGNV 可能大家可以一起去 交流交流 好 再來是獎者的部分 我們這次邀請到了 四位獎者 第一個是邱承翰 他在 三旅別區 大家有沒有聽過 剛剛 我剛才去完回來 他是一個 算一個民宿 算一個民宿 他其實是 有一個很過舊的建築 然後他把它打造成一個 很結合時尚 然後又結合懷補 上次去看的時候 還蠻特別的 對 就是大家有一個背包客 你去那邊附近 旅行想要休息 就可以去 收成看大哥那邊 休息休息 然後他是 講他今天去布農族 體驗到的生活這樣 然後再來是 許維真姐姐 對 他主要是 他介紹他是以背包客 去環遊世界 因為相信大家可能 對旅行有興趣 因為最大的夢想 就是環遊世界 但是 你知道經費有限 然後或是 因為等等的因素 可是他卻 實現了 對 然後就是大家可以來聽聽看 然後再來是偉君 偉君 我剛剛也才去那邊結束 他主要是 在花蓮 他為了要學 背包 然後他就跑到花蓮的 某個 老闆學習 然後甚至 回到高雄 他還騎車 騎了三角 三角車 三輪車 對 三角車 跑到各地 各地方去賣 這一個 就為了宣傳 他在創業啊 或是 一些等等的經歷 然後他曾經 他有到高斯大 有到說明 然後這家店在 在哪裡呢 讓我嘗嘗看 好 大家可以去嘗嘗看 他叫小巷 他們店叫小巷 巷子的巷 對 他正臺灣有一個小巷 巷子裡面有找到 林森 林森一路這邊 對 林森一路這邊 大家有趣聽給看一下 然後再來是 其實大家有聽過 選美小姐 有聽過 就很多小巷之類的 你有聽過民宿大使嗎 對 民宿大使 他是擔任民宿大使 藉由民宿大使 去了一百多家民宿 對 就還蠻特別的 跑到全台灣一百多家 然後他到了一百多家民宿去參觀 甚至去住下來 讓他們吃到哪些民宿比較好 甚至他會有明論這樣 好 這是我們這次海報 在下禮拜六 一點 六月二十五號 一點半的收信場 對 然後外面有我們的小DM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這樣也可以跟我聯絡 或是自己的 拿DM這樣看 好喔 然後這是我們 DBSA的船隊 然後 這是什麼 然後抽發節目 所以有點變 變成一樣 好 希望大家 有興趣 聽對名語有興趣 可以大家一起做分享 因為跟很多 旅行相關的 很棒 然後 下次QA時間 有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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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喔 小胖不一定問題啦 好 好 你比較喜歡旅遊嗎 我 我 不會 就是 有問題 就 不會 有問題 沒有問題 寫